瞧,那里有一群小鸭子 妈妈,我们可以去喂鸭子吗? 当然了,可以把剩下的面包都拿去 佩奇和乔治最喜欢喂鸭子了 妈妈,我觉得他们想要再来一点 那些面包吃完就没了,我觉得已经够了 对不起,鸭子女士,我们的面包吃完了 鸭子想要更多吃的 猪爸爸也只是嘴上说说要锻炼 怎么了? 又是你们呢,佩奇说过了,已经没有面包了 妈妈,我们不是还有一点草莓蛋糕吗? 如果蛋糕剩下的话 你可以喂个鸭子吃 大家都喜欢猪妈妈的自制草莓蛋糕 天哪,一只黄蜂,我讨厌黄蜂,走开 这有什么关系猪妈妈,一只小黄蜂而已 走开黄蜂 你待着别动猪妈妈,它就会飞走的 看,飞走了,你只要待着别动就行了 快走开,走开 救命啊 走开,不要跟着我 希望那只黄蜂不要盯到爸爸 快走开,你这只小虫子 不会的,爸爸跑得很快,黄蜂追不到它的 走开 趁黄蜂还没有回来,我们把蛋糕吃了吧 哦,不,我们忘了给鸭子留点了 猪妈妈要把煎饼翻过来了 太棒了 你可以翻得更高点,猪妈妈 猪爸爸,等你自己做煎饼时,可以教我们 第一个煎饼是给乔治的 妈妈在乔治的煎饼上倒了一些糖浆 真好吃 这个煎饼是给佩奇的 你可以翻得更高点,猪妈妈 猪爸爸,等你自己做煎饼时,可以教我们 我也要糖浆 真好吃 这个煎饼是猪妈妈自己的 你的煎饼翻得还是不够高,猪妈妈 下一个煎饼就是你做了 这样你就可以教我们怎么做了 真是太好吃了 大家都在看了吗 煎饼要做的好吃的秘密就是一定要把它们翻得高高的 一,二,三,转圈 你失败了 哦,可能有点太高了 哦,太可惜了,那可是最后一个煎饼 应该很容易就把它拿下来 哦,糟糕,猪爸爸够不到它的煎饼 别着急,猪爸爸 我想我有办法把它弄下来 我们上楼去,孩子们 这儿就是公园 我们到了 好哎 妈妈,为什么叶子都是黄色和红色的呢 因为现在是秋天了,佩奇 在秋天天气会变凉,树叶的颜色会变黄 哦哦哦哦,这风真不小啊 我们来玩球让身体暖起来 轮到我了 哦,球不应该往那个方向滚的呀 大风把球吹得好远好远 啊啊啊,球掉到池塘里去了 嗯,我用这根树枝把它取出来吧 嗯,再稍微远一点,爸爸 小心点儿,猪爸爸 别担心,我快要拿到了 爸爸,水里面冷不冷啊 有一点点冷 大风又把球吹出了池塘 太幸运了 是啊,确实运气不错 现在风好像刮得更大了 大家把帽子戴紧 不好,大风把乔治的帽子给吹跑了 别担心,乔治 爸爸会找回你的帽子的 快点,爸爸 瞧,帽子跑到树上去了 嗯,那我就爬上去把它拿下来 这些树枝太细了 根本承受不了你的重量啊 那么,我们怎么把帽子拿下来呢 简单,我摇一摇树就好了 啊,看来我得摇得更厉害一点 看呀,火车来了 火车 兔小姐也是火车司机 上车吧 太好了 这些是你们的活动表格 孩子们必须找到 这个活动表格上的所有东西 一艘船 一个信号灯 一条隧道 我看到了 树 可是,树在上面吗 嗯,不在 哦,我看到了白云 可白云在表格上吗 不在 我看到狗爷爷了 你们好啊 你好啊,狗爷爷 狗爷爷在活动表格上吗 糊涂的佩奇 我的爷爷怎么会在表格上呢 但是,他开着一艘船 而一艘船在这表格上 太好了 孩子们在船的选项上打了一个钩 撿票了 兔先生过来检查大家的火车票了 哦,我想我的票弄丢了 哦,太不小心了 喵 你的票在这儿呢,佩德罗 你坐在他的上面了 嘿嘿嘿,你要小心保管佩德罗 我别再丢了 火车慢慢地爬上了山 哇 然后火车快速地下山了 嘿嘿 领阳夫人,我感觉有点不舒服 我可以坐到前面去吗 好的,佩德罗 那么你就坐到前面去吧 嘿嘿嘿嘿 offices 你好啊,佩德罗 你是不是感觉不舒服啊 你想来看一块儿火车吗 是的,谢谢你了 嘿嘿嘿 嘿嘿嘿嘿 하하 兔小姐把佩琪的朋友们 化成了老虎 画好了,苏西 看你现在像只老虎 谢谢你兔小姐 嘿嘿嘿嘿 哈哈哈 哇 我喜欢你的脸 苏西 你画的是小猫吗 不 我是老虎 佩奇 你想在脸上画画吗 我想 谢谢 我要画成大象形吗 哦 天呐 我不知道怎么画大象 但我能画老虎 好的 就帮我画老虎 好了 佩奇 现在你是老虎了 我是老虎 乔治 你想画成什么呢 恐龙 恐龙啊 不如画老虎怎么样 我画老虎很在行 我是老虎 我也是 老虎不会发出这个声音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老虎是一只大猫 而我就是只猫 坎迪 你可以教我们怎么做一只老虎吗 好的 老虎走路走得非常非常慢 然后会跳起来 老虎喜欢把它们自己舔干净 但有的时候老虎高兴了 它们会这样 还这么好啊 哦 我的天呐 你们都变成老虎了 我还在教它们怎么做一只老虎 那接下来你们想做什么呢 恐龙 说得没错 我们要帮乔治找到恐龙气球 嘿嘿嘿嘿嘿嘿 你们每一个都有气球 好棒 我们可以进来吗 不行 这个是男孩子的小屋 只给男孩子玩 但是我喜欢城堡 可是城堡肯定没有书那么好玩 走吧 姑娘们 我是城堡的国王 嘿嘿嘿嘿 每个城堡都需要一面棋子 哇哦 它们还有一面棋子 我们才不需要什么难看的棋子 猪奶奶来了 你们好啊 需要点什么吗 一面棋子 谢谢 我们的棋子一定会比男孩子们的好 那我去找找有没有 我是城堡的国王 哈哈哈哈 每一个城堡都需要一个电话 拿着这个 接下来你们拉紧这绳子 然后就能和男孩子们说话了 我们不想和你们男孩说话 我们也不想和你们女孩说话 猪奶奶给女孩子们的树屋找了一面棋子 这裙子能做面漂亮的棋子 谢谢奶奶 这面棋子没有男孩们的棋子好 我想在城堡里面玩 仙女公主都是住在城堡里的 如果我是仙女公主 我就只想住在这种树屋里 我们能过来玩吗 拜托了 只要你们现在说 城堡是最好的 确实是最好的 我一定会待在我的树屋里 我喜欢这个城堡 哦 糟糕 开始下雨了 但是城堡没有屋顶 报纸要放进红色箱子 乔治 已经收集到足够的东西了 我们现在去回收中心吧 太好了 我们走吧 妈妈拿着瓶子 佩奇拿着一拉罐 乔治拿着报纸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爸爸 那我们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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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兔小姐的回收中心 到了 好耶 你们好啊 你好 兔小姐 你们是来送回收物品的吗 是的 没错 太好了 拿来吧 兔小姐在干什么 她在回收生锈的旧车子 哇 瓶子该放进哪个箱子呢 绿色的 没错 一拉罐 放进蓝色的 说得对 佩奇 乔治想自己放报纸 好吧 乔治 你来放这些报纸 好了 今天回收这些就够了 是啊 我们回家吧 我们的车子去哪儿了 佩奇家的车子不见了 好退 兔小姐回收了佩奇家的车子 你好 我是猪爷爷 有什么事 你好 猪爷爷 我们在去风西堡的路上 有点迷路了 猪爸爸他是不是在 看地图啊 是的 猪爸爸正在看地图 他现在非常的焦躁呢 我没有焦躁 这条是最好的路线 你们只要沿着主干道 一直往前开 就能够看到风西堡了 谢谢你 猪爷爷 我们沿着主干道开 继续找风西堡 和我想的一样 快看 那是做城堡吗 没错 那就是风西堡 那就是风西堡 车车加油 车车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好耶 佩奇和她的家人终于到达了风西堡 哇 这城堡好高啊 我们进去吧 城堡最高处的风景美极了 你们瞧这景色 哇 妈妈 那是不是奶奶和爷爷的房子 是的 没错 实在是太远了 我们用着望远镜看看吧 爸爸我能先看看吗 可以 但是你看完就得让乔治看 哇 在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 我能看见爷爷和奶奶 你来看乔治 爷爷 奶奶 乔治在朝爷爷和奶奶挥手 别挥了 乔治 爷爷和奶奶离我们太远了 看不到你挥手的 有了 打电话给他们 喂 你好 朱爷爷 我们在风西堡看到你们了 朝我们挥挥手 爷爷和奶奶在朝我们挥手呢 乔治喜欢她的发条船 妈妈 我的船也上发条吗 你的船不需要上发条 佩奇 佩奇的船是小帆船 只要有风就可以前行 我一点也不喜欢我的船 因为它动都不动一下 那是因为今天没有风啊 说不定我可以帮它一下 吹几一下 用力吹 这样就能把船吹走 好棒 它开得可真快呀 佩奇喜欢她的小帆船 佩奇的朋友小羊苏西来了 嗨 大家好 你好 苏西 我们在玩我们的玩具船呢 这艘是我的快艇 它需要上发条吗 不用 它是用电池的 苏西的快艇只需要依靠电池 哇 这艘快艇真不错 对不起 鸭太太 小狗丹尼和他的爷爷来了 大家好啊 你好丹尼 你好丹尼 你们看 我爷爷给我做了一艘明轮船 哇哦 不错啊 真是太厉害了 它要怎么前进 它是靠蒸汽行驶的 我只要打开这个小小的开关 哇哦 真是一艘奇妙的明轮船 小兔瑞贝卡和他妈妈也来了 嗨 大家好 你好啊 瑞贝卡 我们正在一起玩船呢 我真希望我也有一艘船 小兔瑞贝卡没有船 小兔瑞贝卡带着他的弟弟理查德来了 嗨 大家好啊 你们好啊 我能上来跟你们一起玩吗 来吧 瑞贝卡 请推的很快很快很快吧 小兔理查德也想玩旋转圆盘 如果理查德上来的话 我们可能就没法转得那么快了 理查德可以跟乔治玩 理查德 你想和乔治一起玩吗 不要 乔治有一只恐龙 就和你的一样 我们去看看吧 理查德和乔治的年纪一样 理查德想看看乔治的恐龙 includes 颅龟 乔治不喜欢分享 理查德现在该轮到乔治玩恐龙了 理查德也不喜欢分享 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哭了呢 乔治和理查德只要在一起玩 他们就总是会哭 他们两个太小了 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你们两位姐姐可以教他们怎么一起玩吗 当然可以 我们可以帮他们一起做个沙堡啊 是个好主意 我们去沙堆那儿吧 乔治和理查德都喜欢堆沙 乔治 理查德 今天我们四个人要一起来做个沙堡 这个动作叫半蹲 现在练习小跳 叫教知识跳跃 动作要做得优雅美丽 教知识跳跃 动作要优雅美丽 教知识跳跃 教知识跳跃 动作要优雅美丽 芭蕾课真是太有意思了 请把双手举起来 想象你们是一只漂亮的天鹅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天鹅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 动作要做得优雅美丽 佩奇喜欢跳舞 大家都喜欢跳舞 妈妈妈妈妈 我们都像天鹅那样跳舞了 佩奇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我要跳得既优雅 用美丽才行 那很好啊 我给你看看 我是怎么跳的好吗 我们先回家吧 回家后你再表演给爸爸 乔治和我看 再见 如果你把牙齿 放在你的枕头下面 牙仙子就会来找你 牙仙子会把牙齿拿走 在原来的位置上 他会留下一枚闪亮的金币 等我长大之后 我也想做牙仙子 那乔治你呢 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想做恐龙 坐一只恐龙吗 快点乔治 该睡觉了 我们可不想错过牙仙子 上床睡觉之前 佩奇和乔治在刷牙 佩奇 你在干什么 我在刷牙 牙仙子拿走的时候 会觉得它很干净 佩奇迫不及待地去睡觉了 佩奇把牙齿放在枕头下面 等着牙仙子 晚安 佩奇 乔治 晚安 妈妈 晚安 爸爸 晚安 我的小家伙们 乔治 我不打算睡觉了 今天晚上我们不能睡着 我们一起来等牙仙子 牙仙子来得也太晚了 牙仙子过了很久很久 还是没来 牙仙子到底在哪里啊 这是什么声音 是牙仙子吗 乔治 你听到什么了吗 乔治 原来这声音是乔治的 她实在太累了 所以睡着了 朱伯母带着克洛伊来佩奇家里玩了 克洛伊是佩奇和乔治的堂姐 她比佩奇和乔治大一点 你好啊 克洛伊 你好啊 佩奇 你好 乔治 一会儿见 你想玩游戏吗 是的 我们来玩泥泡我追 佩奇最喜欢这个游戏 你还玩泥泡我追 那可是小孩子的游戏 嗯 我们玩泥泡我追 是因为乔治喜欢这个游戏 好的 那就陪乔治玩吧 我们是按大人的规则玩 还是按小孩子的规则 按大人的规则玩 准备好了 佩奇 你做追的人有本事抓住我 佩奇是那个追的人 她要去追克洛伊和乔治 抓不到我吧 乔治 要抓住你太简单了 你那么小 这不公平 你在帮助乔治 那是因为她还小 你需要我帮你吗 不 我不需要帮助 我和你一样是个大姑娘了 快来吧 佩奇 你来抓我们吧 不 抓不到我们 抓不到我们 抓不到 抓不到 这个游戏不好玩 我们可以玩别的游戏吗 好的 我知道一个大孩子们玩的有趣游戏 叫做狡猾的狐狸 狡猾的狐狸 我想要玩狡猾的狐狸 怎么玩呢 由一个人来做狡猾的狐狸 其他的人悄悄地走向她 我玩我玩 我要做狡猾的狐狸 佩奇做狡猾的狐狸 她转过去时 其他人慢慢地走向她 当佩奇转身时看见谁在动 那她就得回到原位重新开始 乔治 我看到你动了 你要回到原位 抓住你了 我赢了 现在是早上 佩奇和乔治今天要去小兔瑞贝卡家里玩了 猪妈妈 你来开车 我就来帮大家看地图 你确定吗 猪爸爸 每次你只要看地图 我们就会迷路 我们这次不会迷路了 好的 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了 猪妈妈 那我们出发了 佩奇和乔治非常地兴奋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瑞贝卡的家 爸爸 我们快到了吗 地图上显示瑞贝卡的家就在下一个山坡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应该就是瑞贝卡的家了 我们肯定是迷路了 这里明明只有这些胡萝卜 瑞贝卡家的房子在哪呢 你们大家好啊 瑞贝卡 你想来我的房间一起玩吗 你的房间 但你家的房子在哪儿 佩奇到处都没有看到瑞贝卡家的房子 这山坡就是我们家的房子 这个叫地洞 我带你看看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啊 进来吧 我们家里没有楼梯 但是有隧道 哇哦 瑞贝卡的家和佩奇的家有些不一样 这里是我们的房间 哇哦 你们有床 一扇窗户 还有一个玩具箱 就和我们的一样 那当然 我喜欢你家的房子 真希望我也是一只兔子 我知道了 那我就来教你们两个怎么做兔子吧 好的 拜托你了 首先 你要使劲抽鼻子 然后再叫 就像这样 非常好 小兔佩奇 还有小兔乔 奶酪 面包 番茄 水啊 我走了 戴芬 明天晚上的时候 我再来接你 戴芬的行李 要放在什么地方 放我房间 就是我们家里最高的地方 好吧 你不是只在我们家 住一个晚上吗 哦 是的 所以我这次 才带了这么小的一个行李箱过来 好 戴芬来这里 是为了练习说中文的 所以你们都要帮助他才行 没问题妈妈 但是 我要先说一声抱歉 因为我的中文 说的并不是很好 但是你说的也不差呀 你真是太好了 猪爸爸 但是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是和中文有关的问题 当然可以了 这方面我可是很擅长的 随便问吧 中文里的并列短语和偏正短语 分别是指什么呢 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呃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们来帮戴芬把床铺好 妈妈妈 戴芬能不能睡在我的床上 床的两端更放一个枕头吧 好主意 佩奇 佩奇和戴芬 分别睡在了佩奇床上的两端 嘿嘿嘿嘿嘿嘿嘿 好了孩子们 快睡觉吧 你们明天会非常忙的 戴芬要去你们的幼儿园参观 哇哦 多喝美比亚 多喝美比亚 在法语里的意思是睡个好觉 可是我一点都不困呀 嘿嘿嘿嘿 那么我们来唱首歌吧 这样的话就会困了 好的 大家伴随着戴芬好听的法语歌 进入了梦乡 佩奇正在为义卖活动挑选玩具 佩奇 你决定好了吗 嗯 你只要选择一个玩具就好 是的 把它卖出去之后 就能换个新屋顶 好吧 我准备把这只恐龙先生拿去幼儿园 恐龙先生是乔治最喜欢的玩具 佩奇 你不能拿乔治的恐龙先生 不能吗 不能 哦好吧 对不起乔治 恐龙 其实你可以拿你旧的小丑盒子 好的 现在赶你了爸爸 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要拿点东西去义卖 我会拿这顶帽子 乔治呢 会把他的球拿去义卖 那爸爸你要给什么呢 哦 我知道了 是电视机 这个不可以 是的 它还非常有用 嗯 我知道了 爸爸的臭臭拖鞋 不行 实在是太臭了 我知道了 爸爸的旧椅子 但是这可是古董啊 古董 这是什么意思呀 作为古董就意味着古老又值钱 但是你是在垃圾堆里找到它的 根本不值钱的 等我修好了它就会值很多钱的 这句话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猪爸爸 哈哈哈 我知道了 你就把猪奶奶给我的这些可爱的袜子拿去吧 好的 我是来这里拿你们准备义卖的东西的 我在这儿了 谢谢你了 这把旧椅子你需要吗 哦 你们实在太慷慨了 花蜜 哇 佩琪 蝴蝶以为你是一朵花 我不是花朵 我是小猪佩琪 她真的好漂亮啊 我想做一只蝴蝶 佩琪假装自己是一只蝴蝶 我是一只蝴蝶 乔治也想要玩 乔治 我才是蝴蝶呢 你只能去假扮别的东西了 有了 你可以做一条小虫 看看 我是一只蝴蝶 哦 糟糕了 乔治不想要做一条小虫 她也想要做蝴蝶 乔治 当我还是只小猪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扮成一条小虫 做小虫其实很简单的 我来教你怎么做 首先你要像这样趴下 趴在地上 然后你要全身摆动起来 我是一条小虫 乔治和猪爷爷假扮成小虫 玩得非常开心 我是一只蝴蝶 我是一只蝴蝶 看看 我是一只蝴蝶 是的 佩奇 你是一只美丽的蝴蝶 爷爷 乔治 你们在干什么呀 我们是两条小虫 快看 现在开始起风了 现在起风了 风筝可以飞了 风已经刮得很大了 现在风越来越大了 乔治 佩奇 谢谢你爸爸 猪爸爸开始放风筝了 好耶 再高一点 猪爸爸放风筝的技术非常好 没错 放风筝我可以算专家了 小心 那边有些树 小心别把风筝卡在上面了 别担心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哦 糟糕 猪爸爸的风筝卡在树枝上了 哦 糟糕 不用担心 乔治 爸爸会把风筝拿下来的 好耶 是的 别担心 小心点 那儿有一个大泥坑 佩奇和乔治就喜欢在泥坑里玩 我们能跳到泥坑里吗 求你们了 不行 我可不想你们浑身都是泥 哦 往后站孩子们 一定要小心点猪爸爸 我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哦 一定要当心哦 你还要再往前一点爸爸 讨厌 乔治还是不想把羽帽戴上 佩奇 乔治 快到屋里来 雨太大了 不能再在外面玩了 哦 乔治 你的羽帽在哪呢 乔治感冒了 哦 可怜的乔治 你看上去可不太好 别担心 我来给棕熊医生打电话 你好 我是棕熊医生 哦 这样啊 那先让乔治躺一会儿 我等一会儿直接过去 谢谢你了 棕熊医生 再见 乔治是不是会被送到医院里去 还要吃药治疗 不用 乔治只要上床休息就好了 哦 所以乔治并不是真的生病了 对不对 你这样实在是太恶心了 哦 可怜的乔治 快去床上休息吧 乔治 你在床上躺着休息一会儿吧 不要 乔治一点也不想躺在床上 乔治 你要待在床上直到你好了才行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注意保暖 为什么 因为棕熊医生刚才是这么说的 你们好 我的病人在什么地方 哦 张大嘴巴 然后说 啊 乔治感到有点害怕 嗯 佩奇 你是勇敢的大孩子了 你能掩饭 你能掩饰给乔治看怎么说 啊 啊 当然可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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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 哦 猪爸爸 佩奇和乔治 坐着电梯来到了这栋楼的最顶层 哇 顶层到了 电梯门打开 哈哈哈 这就是猪爸爸的办公室 各位早上好 你好 猪爸爸 你好啊猪爸爸 猪爸爸和兔先生毛女士一起工作 我今天带来了两位非常非常特别的访客 佩奇和乔治 真是太荣幸了 好 我们开始参观吧 兔先生能从你的办公桌开始吗 好的 当然可以了 我的工作都是跟数字有关的 我会拿一张非常重要的纸就像这样 我还要用一个印章 然后我要在纸上盖灯 哇 兔先生的工作真是太棒了 我能试一下盖章吗 当然可以 让我来帮你找几张纸 这里有几张纸 我们还是用一些没用过的白纸吧 给你吧 佩奇喜欢用像几张盖章 我喜欢兔先生的这份工作 继续我们的参观 下一站是猫女士的办公桌 你好啊佩奇和乔治 你好 我的工作就是在电脑上画各种各样的图形 哇哦 然后再把这些图形打印出来 哇哦 嘿嘿嘿嘿嘿嘿嘿 我这里还有另外一张 谢谢你 毛女士的工作也很不错 佩奇和乔治找到了一个泥坑 哇哦 佩奇和乔治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嘿嘿嘿嘿嘿 我先来 嗯 天气太冷了 泥坑已经结了冰 表面非常滑 嘿嘿嘿嘿嘿嘿 一点都不好笑 猪爸爸和猪妈妈来了 哦太好了 有一个泥坑 猪爸爸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不要啊爸爸 嗯 嗯 嘿嘿嘿嘿 差点滑倒 幸好我的平衡力还算不错 嘿嘿嘿嘿嘿嘿 爸爸 今天泥坑那表面滑滑的 我们不能在里面跳了 没关系的 我们去给鸭子喂面包吃 太好了 嘿嘿嘿嘿嘿 佩奇和乔治喜欢喂鸭子 你们好鸭子们 我们给你们带了面包 鸭子们喜欢面包 天气太冷了 池塘也已经结冰了 冰的表面非常滑 抱歉 我们不该笑你们的 但是你们看上去真的很好笑 啊 开始下雪了 下雪了 佩奇和乔治喜欢下雪 乔治 我们来玩接雪花好吗 佩奇和乔治喜欢玩接雪花 乔治接住了一片雪花 佩奇也接住了一片雪花 这是什么声音呢 哇哦 救命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这么吵啊 你们看看地上怎么那么乱呢 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的 确实有人被绊倒 受伤了呢 糟糕 可怜的猪爸爸 好 来吧孩子们 我们来整理一下房间 但是妈妈 我们现在在玩玩偶和恐龙呢 整理干净后可以再玩 可是这些都是乔治弄乱的呀 是这样吗 那这条肯定是乔治的漂亮裙子咯 不是 好吧 可能有一些是我弄乱的 好了 我来帮乔治整理 而妈妈帮佩奇整理 我们来个比赛吧 女生队和男生队 是个好主意 让我们来看看谁先完成 好了 准备 开始 我们要赢了 你们是赢不了的 好了 这是什么 是泰迪 我们到处在找你呢 快点佩奇 我们把泰迪放进你的筐子里 哈哈哈 好了 现在该整理书了 哈哈哈 这样就好了 哈哈哈 你们两个要进来吃水果蛋糕吗 哈哈哈 猪妈妈给佩奇和苏西各切了一块蛋糕 妈妈 苏西她有一个假想的朋友 这位朋友叫李奥 我知道了 那她也喜欢水果蛋糕吗 哇 李奥很喜欢水果蛋糕 你不要乱说佩奇 那不是李奥说的 那是你说的 李奥喜欢吃的是巧克力蛋糕 我这儿没有巧克力蛋糕 她想吃水果蛋糕吗 她说她可以先吃一点试试 猪妈妈给苏西的假想朋友切了一块蛋糕 哈哈哈 乔治在和恐龙先生玩 恐龙 乔治 你坐在李奥的身上了 乔治不知道苏西有个假想朋友 啊 啊 啊 狮子李奥说 这块蛋糕她吃不完了 请乔治把它吃完吧 哈哈哈哈 吃吃吃吃吃 我们现在能去楼上玩吗 可以我们来玩打扮的游戏 我刚才是在问李奥呢 哦 哇 李奥说她喜欢玩打扮的游戏 很好 来吧李奥 哈哈哈 佩奇和苏西开始玩打扮游戏 佩奇要扮成仙女 我准许你许一个愿望 我的愿望是我要做苏西女王 那么狮子李奥就来做小丑吧 李奥她不想做一个小丑 她想要做一个国王 猪爸爸进来了 猪妈妈告诉我有个很特别的朋友来找你玩 就是我的朋友苏西而已啊爸爸 你确定吗 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人吗 哈哈哈哈哈哈 好吧 你们两个可以出去玩了 但要照顾好乔治 哈哈哈 乔治和佩奇最喜欢在花园里玩了 乔治 现在我先来扔球 你一定要接住他才行哦 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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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打格了 乔治 现在轮到你来扔球 由我来接住球了 乔治 哦糟糕 乔治的打格让他们没办法玩了 乔治 我知道怎样才能治好打格 我 你就照我说的去做 哈哈哈哈 你在按摩肚子的同时挠你的头 很好 你的打格制好了 佩奇治愈打格的办法看来不太管用 乔治 乔治 你的动作不对 我知道另一个办法能够治好打格 首先你要上上下下跳三次 摇单腿 然后再上下摇晃你的手臂 还要把舌头伸出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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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把眼睛闭上 再快速地转圈圈 要做三次 呃 佩奇的新办法还是不管用 乔治现在还在打格 呃 乔治想知道佩奇的秘密盒子里放了什么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你可以试着猜一猜 恐龙 乔治觉得盒子里放了一只恐龙 哦 乔治 不管什么东西 你怎么总是说是恐龙啊 跟你说吧 恐龙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盒子是装不下的 乔治猜不出秘密盒子里有什么 猪爸爸在清理照片 爸爸 这是我的秘密盒子 是妈妈给我做的 好漂亮的盒子啊 里面装了什么 这可是一个秘密 乔治已经猜过了 但是他没有猜对 那让我猜猜看 好的 嗯 你把我的眼镜放进去了 没有 你的眼镜还在你头上呢 在这儿啊 糊涂的爸爸 你必须得好好地猜一猜 好的 你放了妈妈的鞋子吗 不对 你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再猜咯 佩奇喜欢秘密 妈妈 没有人猜得到我的盒子里面是什么 哦 乔治拿的是什么 我也给乔治做了一个 他也放满了秘密的东西 只有他知道里面有什么 哦 佩奇想知道乔治的盒子里放了什么 简单 肯定是乔治的玩具恐龙 不是 乔治的玩具恐龙不在乔治的盒子里 这也太难了 我永远都猜不到 佩奇不像之前那么喜欢秘密了 这样吧 如果你给乔治看一件东西 说不定他也会给你看的 好的 但是我们得同时进行 这个主意很不错 今天是才艺日 我的才艺是跳绳 唱歌 还有跳舞 我昨天晚上都已经练习过了 我昨天晚上练习过 怎么才能看好电视 那可不算是才艺 林阳夫人不是说过的吗 那我能做什么呢 谁愿意第一个来给我们表演才艺呢 小狗丹尼 我可以表演打鼓 我还可以敲得更响 不用了 这样很好了丹尼 轮到佩德罗了 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啊 我要表演魔术 这里是满满一杯子的水 这是真的 而且是透明的 现在我要让杯子里的水 全部消失 请你们都把眼睛闭上 现在睁开眼睛 杯子里的水没有了 谢谢 轮塔艾米莉了 我要给大家表演树敌 你的才艺是什么瑞贝卡 我可以用鼓子发出特别的声音 只有我踮起脚尖才能发出刚才的声音 他的才艺好厉害啊 没错 那我该表演什么 坎迪 你的才艺是什么 跳绳 我也准备要表演跳绳的 不过我还可以表演跳舞和唱歌呢 我的才艺是唱歌 一闪一闪 亮晶晶 哦 原来是蚯蚓 虫子 虫子 虫子把所有的植物残余变成了堆肥 那爷爷 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些蚯蚓 放到你的堆肥里面呢 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来吧 乔治 我们再来多找一些蚯蚓吧 一条蚯蚓 虫子 虫子 你是小虫子 你是小虫子 你好吗 我爱你 你是小虫子 哈哈 干得好 你要做条好虫子哦 把这些都变成堆肥哦 好吗 最后 我可以用这个堆肥去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在土里放一棵种子 然后用堆肥把它盖上 接着它就长成一棵树了 哈哈哈哈 是的 佩琪 既然说起树来了 我们快去帮帮主奶奶吧 她现在在果园里面 采摘水果呢 那是什么果园啊 就是你能找到果树的地方 在我们小时候就有这些果树了 嘿嘿嘿嘿嘿嘿 你好奶奶 你好奶奶 要和我一起摘苹果吗 是的奶奶 嗯 这些苹果长得太高了 别担心佩琪 猪爷爷和猪奶奶摘苹果 是有自己的诀窍的 大家一起来抓住这棵树 说到三的时候 大家一起用力摇这棵树 一 二 三 正在在下苹果雨 уем哦 买喝喝啤 嘿嘿嘿 儿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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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itu grateful 好 Fans who of Math 我找到番茄咯 做得好 佩奇 那麼番茄可以在清單上滑掉了 下一種是什麼 義大利麵 義麵 沒錯 喬治 但應該叫義大利麵 義麵 義大利麵是佩奇和喬治最喜歡的食物 不知道義大利麵在哪兒 我看見了 這邊走 義大利麵 看媽媽 義大利麵在這裡 不錯 佩奇 把它們放進推車裡吧 好的 媽媽 義麵 喬治 這個叫做義大利麵 利麵 下一種是什麼 佩奇 是薯片 薯片可不在清單上 家裡有很多薯片 佩奇 再猜猜看 嗯 我真的不記得是什麼了 你記得嗎 喬治 恐龍 恐龍 我說喬治 超市裡可沒有什麼恐龍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不 喬治 是 清單上的下一種是洋蔥 對了 洋蔥 我現在想起來了 在這兒呢 做得好 一 二 三 四 洋蔥來了 非常好 清單上的東西幾乎都有了 清單上還有一種東西 來信了 哈哈哈哈 佩奇和喬治最喜歡收信了 我們收到了兩封信 這封是給朱爸爸的 真讓人激動啊 親愛的朱先生 請您支付您的電話帳單 哦 天啊 什麼是帳單呀 它聽上去非常的無聊 哈哈哈哈 帳單真的是很無聊啊 媽媽 另一封信是要給你的 不是 這封信是給佩奇和喬治的 哇 給我和喬治的信嗎 請來參加我的生日派對 愛你們的斑馬蘇姨 斑馬蘇姨邀請了佩奇和喬治 去參加她的生日派對 太棒了 你需要給蘇姨寫一封回信 告訴她你們會參加派對 你可以幫我們寫嗎 媽媽 當然可以了 佩奇和喬治正在給蘇姨寫一封回信 你想要說什麼呢 親愛的蘇姨 親愛的蘇姨 嗯 我不知道接著要怎麼說了 要不這樣 我們很樂意去參加你的派對 此之敬禮 佩奇和喬治 你們想用什麼顏色的信封呢 用紅色的 斑馬蘇姨小姐說 還有最重要的是貼上郵票 嘿嘿嘿嘿嘿嘿 這封信可以送出去寄了 這個是郵箱 丹尼 蘇西 艾米莉 日貝卡和佩德羅都來了 他們都是來寄信的 佩奇也帶著她的信來了 好了 接下來會怎麼樣呢 嗨 大家好 你好啊 佩奇 你收到我那封關於派對的信了嗎 收到了 而且我已經給你寫了回信 哦 太好了 我的天哪 今天有好多的信啊 這封信是我寄的 它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喬治最喜歡的遊戲就是把恐龍先生扔到空中 在它掉下來的時候把它接住 佩奇正在和豬爸爸下棋呢 我贏了 爸爸 哦 嚇得好 佩奇 喬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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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麼事了 恐龍 喬治 你把恐龍先生弄丢了 喬治把恐龍先生弄丢了 不用擔心 我們會找到恐龍先生的 現在該輪到偵探出場了 可是爸爸 什麼是偵探 我所說的偵探呢 他們都是非常厲害的人 能幫別人找到掉了的東西 我 我 我就非常擅長找東西 好的 那佩奇來做偵探吧 喬治 我現在是偵探了 我會幫你找到恐龍先生的 也許 偵探小姐 你應該問喬治一些簡單的問題 喬治 恐龍先生他在哪裡呢 喬治 喬治不知道恐龍先生在哪裡 偵探小姐也許該試著 猜猜恐龍先生流落到哪兒了 我知道 我知道他在哪裡了 喬治總是在洗澡的時候 讓恐龍先生陪著 所以恐龍先生是在浴缸裡 恐龍先生不在浴缸裡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恐龍先生在哪裡了 喬治總是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讓恐龍先生陪著 猪爸爸做好了晚餐 佩奇 喬治 該吃晚餐了 是義大利麵哦 發生什麼事了 佩奇 佩奇和蘇西發生了一點爭執 哦 但是我真的有點想蘇西了 嗯 那我們給蘇西打個電話 咩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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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很快能再找到一个新的最好的朋友 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所有的孩子们都在游乐场玩 小狗丹尼和他最好的朋友佩德罗 一起在玩旋转圆盘 乔治和他最好的朋友理查德 一起在玩敲敲板 敲呀敲 敲呀敲 小羊苏西一个人坐在秋千上 佩奇一个人在玩迷你高尔夫 大象艾米丽来了 我能来试试吗 可以 艾米丽 小羊苏西已经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所以你可以做我最好的朋友了 但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小猫坎迪 苏姨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做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小兔瑞贝卡 哦 哦 啊 哦 那